你知道这款乐高库霸王的工作原理吗? 设计师是如何通过肩膀后面的机关实现了头部的左右转动 同时为什么无论头部转向到哪个角度 按下开关都能完成炮弹的激发? 此外看起来松动的腿部 又是如何做到对整个模型的稳固支撑效果呢? 以及这个完美的半球形龟壳 内部又蕴藏了怎样的结构架构 还有同样是2022年的新款 同样是饭机甲类作品 这款套装在设计思路方面又有哪些显著的不同呢? 那我们今天要给大家带来的深度评测 就是这套被非常多的乐高专业up主推荐的 一共使用了2800多片零件 重2.6公斤的乐高库霸王 那我是施宇 本期评测呢也是由我来给大家解说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解说 可以给我一个小行星哦 下面开始评答 这里可以看到设计师在地台这个位置的左右两侧呢 使用了一些2653一乘四滑槽砖 配合32028一乘二带滑槽轨道板 做出了抽屉的轨道结构 这里可以看一下头部转动相关的联动结构 设计师在这里主要是设计了一个滑道以及两侧滑块 两侧滑块呢是对颈部框架这里的一个柱形零件 向中间进行底持 从而实现驱动头部转动的运动效果 同时这里也可以看到泡弹激发相关的联动结构 首先两侧这里露出来的十字轴呢 就是手动激发的动力输入端 当十字轴转动的时候 会带动里面的激发板结构转动 那激发板之所以设计成一定的宽度 是为了让头部转动的时候呢 始终可以保持可以激发的状态 进一步的 激发板通过这里的弯孔壁 以及后续的联动结构 最终驱动这里的球形零件前后运动 我们先继续 这里可以看到膝盖的位置 设计师使用了弯孔壁和五单位后孔壁 去连接大腿和小腿 然后通过两根十字轴呢 进行了进一步的固定 最终带来了非常稳固的结构效果 此外我们还可以看到 整个腿部的骨架非常的粗壮 而外面的外观模块呢 则是通过这些凸粒和骨架进行连接 这里可以看到设计师为这款库霸王呢 做的硅壁弧度搭建方案 整个结构包括两层 上面一层是通过摩擦销连接外甲 同时下面一层则是通过铰链零件进行连接固定 这里可以看到硅壁的固定结构 那设计师是在这里使用了三排固定结构 每排固定结构里面使用了两枚32138 通过这枚零件上面的十字轴孔和硅壳模块进行连接 同时两侧的固定结构呢 具有一定的角度活动范围 也就是可以实现整个硅壳在另一个轴向上的弧度搭建 非常不错的一个设计方案 另外完成后的这个大模块 也是整个库霸王的核心身体部分 这里可以看到在宽部位置 设计师是通过左右两侧预留的悬挂转向球零件 完成和腿部模块的连接 而肩部则是采用若干关节连接键 可以实现两个轴向上的转动 脖子这里呢则是连接头部模块 那尾部模块比较简单 通过内部这里的球形连接键进行连接 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炮弹激发的后续联动结构 首先这个激发砖的红色弹力开关呢 为整个联动结构提供弹力 它被一个黑色的平面所抵持 另外我们也可以看到 当我们转动身体两侧这里的开关的时候 之前提到过的红色球形零件 将向上运动并驱动激发砖旋转 那旋转的时候 刚才提到的黑色平面将挤压红色的开关 进而实现激发的效果 此外 即便我们不去操作身体两侧的开关 直接掰动库霸王的头部 同样也可以完成上面的操作 另外这里也可以看到 驱动头部旋转的联动结构也是正常的 这里可以看到 大臂与小臂之间采用铰链板零件进行连接 小臂和手掌之间则是采用了球形连接件 好了 那么经过六七个小时的拼搭 这款库霸王就完成了 那最终成品就是这样 包括一个库霸王以及一个地台 成品的外观可以说基本上是做到了对库霸王的完美还原 那同样是对比类似题材的乐高自己的反浩克装甲 这款库霸王呢 无论是在整个身形比例方面 还是在像手臂 以及项圈上的这些凸刺细节方面呢 可以说都是做得非常的不错 尤其是背部的这个硅甲 采用了大量的白色圆柱零件呢 做出了硅甲的边缘 然后通过大量的绿色零件 做出了硅甲上的一块一块的甲盾这样的特征 整个硅甲呈现出一个类似于半球的造型 并且整体上基本没有什么镂空的破面 那这款库霸王的静态展板呢 也是非常的稳定 整个支撑其实是由腿部完成 虽然尾部也有接触地面 但是它并不起支撑的作用 最多是可以起到防止向后倾倒的作用 不过呢 即便我们向各个方向去用力地摇晃这个库霸王 它都不会发生倾倒的问题 所以说设计师在这里 应该是对最终的成品重心 做了非常仔细的计算和测试调整 那当我们把库霸王拎起来 我们会看到左右腿部呢 会向中间收起来 所以整个腿部是一个可以适当活动的状态 而并不是像反浩克那样被固定牢固的 其中这里的虎面零件呢 对整个腿部的支撑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那再看其他方面 两侧的手臂可以向外张开 以及前后旋转 轴关节呢 有一个大概80度左右的可活动幅度 手掌可以360度旋转 头部大概有60度左右的可转动幅度 装入这个像棒棒糖一样的炮弹 然后旋转肩膀后面的开关 那么就可以完成发射炮弹的动作 当然我们也可以直接掰动头部完成发射 除此之外 酷霸王头部的眉毛 羽毛 尾巴 以及手掌大拇指呢 也都可以活动 所以作为一款以砖块为主的套装 这款酷霸王的可玩性呢 也是非常的丰富 而且地台中间的抽屉这里面 以及其中一侧的柱子下面呢 还隐藏了一些特殊的砖块 它们可以用来和乐高马里奥系列的其他套装进行联动 通过评测我们也可以看到 除了本身最终非常可靠的成品功能以外 这款酷霸王的内部设计呢 也是非常的精彩 除了大模块的设计手法以外 相对于乐高反浩克的不断堆小零件的那种搭建方式 这款酷霸王呢 则是具有比较清晰的 骨架是骨架 外甲是外甲的 半基甲类作品的模块化搭建方式 而且同样是可以和其他套装联动 那这款马里奥酷霸王的联动方式 就要比反浩克要精彩很多了 所以这款酷霸王可以说是做到了 在IP情怀外观细节 内部结构功能玩法 套装间联动等方面的全面满分 也是一款真正能够代表乐高设计水平的套装 至于反浩克 嗯大家都懂的 好了关于彩合方面 彩合的正面是黑色的底色搭配成品的渲染图 右下角标有一个超级马力的logo 左下角则是标注了套装编号和零件数等信息 彩合的背面除了侧面视角和成品图以外 还通过图示展示了成品的玩法 以及成品尺寸等信息 打开包装 2807片零件呢 一共是分成了23个零件分包 22个大步骤 拼打手册还是采用了性分包装 厚度大概是一厘米多一点 那那一页图示呢 则是采用不容易反光的灰色底色 一共包括555部 开篇的部分呢 使用了一共9页的篇幅 对马里奥以及库霸王的IP历史 还有积木设计呢 进行了一定的介绍 好了 本期评测到这里就结束了 下期见 拜拜